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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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写在那小白板上 让大家遵守之行 没问题 太让人兴奋了 又能找到带学生的那种感觉了 我希望我们都能本着一家人的心态 过好我们的晚年生活 你想 现在的年轻人那些小两口 他们过日子哪有勺子不碰国盐的呀 更何况是我们 到了这个年龄都挺有个性的 所以美宇 如果平时 大家需要沟通和协调的事情 那你来主持 可以啊 咱们几个人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了 没有什么不好沟通的事情 刘大夫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们这儿的卫生委员 随时给我们大家做健康指导 小意思 正好谭峰最近特别忙 不在家 我呢 就经常和大家在一起 我要做闺蜜们的专属家庭医生 拜托 那好 从今天起 我们老闺蜜养老社团 正式成立 这个组合真太好了 是 班长 会计 生活老师 全天候医生 还有我这个纪律委员 真是各显神通 太好了 你们说 谁能比女人更理解女人呢 谁能比老人更理解老人呢 那就是我们五个老闺蜜呀 咱那五个早就应该在一起了 让他们看看吧 我们离开老公孩子 照样过得更精彩 那下个礼拜 我就去大学生那边了 这边就交给你了 你好好的啊 这趟生意你要是做砸了 我可饶不了你 我的生意头脑 不比你的大好几倍啊 你是头大 脑子我倒没看出来 怂样 去了大学生那边 可别再那么怂了啊 别的摊主要欺负你 你就跟他们死磕 不行了就给我打电话 我就开个店而已 又不是开物馆 哪有那么严重啊 我要是做大了 回过头来收购这家店 你可不能跟我试着打开口啊 你还真是给你一个梯子就上天啊 说真的 我从第一眼看见你 抱着衣服 没命地在小区里跑 我就觉得 你就是一个 不见棺材 不落泪的愣头青 现在发现 你还是 房子都抵押了 非得把内裤输了才罢休 瞧你说的 就算是赔了 我也回到你们小区打游击去 那也不能把底库赔了不是 丑大哥 真的谢谢你 没有你 就没有我抢子的今天 加油吧 兄弟 我们就此别过 哥祝福了 想我了就去看我 不就来 我看哪 你还是跟大伙说了吧 这时间一长肯定瞒不住 还是先瞒着吧 今天大家刚刚搬到一起住 本来就是件高高兴兴的事情 你突然宣布一个这么大的消息 那太傻风景了 艾琳 你家还有多一个插线板吗 我来给你拿 快去 哪儿不舒服喊我啊 放心吧 我会开音乐的 这个好 又要炒凉拌都可以 不会 这 这个新鲜 这个新鲜 好 艾琳 这是你最爱吃的鲁锁包 鲁锁好 白萝卜 家里贝贝 行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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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老婆也好 我拿了两瓶酸奶 乌汤醇的 大家都能喝 还能做乳膜 这个酸奶在门口是一大堆啊 买餐送一 买多 过期的 快什么过期啊 我们五个人一喝几口 还能过期吗 好 送回去 咱们再拿两瓶洗衣 人多洗得快 再拿两瓶消毒液啊 今天我要给家里做彻底的大扫除 看看看看 这个好 这个好 对 这个烧菜好吃 小红姐姐 你不是缺条浴巾吗 到那个货架上 你选一条了 对 还要买一只鸭刷呢 到时候我自己结账啊 都是日用品 就搁在一起算 那不行啊 我可是大家的财务总监 必须得两袖清风 你说 咱们五个多好 情同姐妹 志同道合 关键是有规则一事 我们家老包啊 你不爱逛超市了 贝雷呢 一进超市就没影了 咱们五个在一块 多好啊 可不是吗 我是第一次和好朋友 一起逛超市 感觉心里特别开心 是吧 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探索 一个新型的养老模式 去建一个女子养老会所 向全国推广 我们五个老闺蜜 就是个试点 杨老师 来这么早 待会儿提问环节 学生可要求你啊 难怪你之前一直良心不安呢 原来是提自己老师的管啊 没辙啊 实际上是自己的亲师父呢 我的意见就这些啊 第六页 第九页 第十页修改一下 今天能给到我吗 好的 对了 今天可能大伙儿要加班啊 各部门的同事都已经准备好了 好的 你告诉大家 夜宵我来请 打车费由公司报销 加班费更不用担心 谢谢谭总 对了 今天没看到包贝雷呢 他出去一趟 联络几个媒体 好的 那你去忙吧 好 谭总 我想斗胆问您个问题 斗胆 什么问题 那个 您跟包总监真是情侣啊 你紧张吗 有点儿 没事啊 你想清楚要说什么 说乱了也没关系 还有我在 老总监 嗯 我想问您一个纯属八卦的问题 周四那天晚上 您真的跟谭总在一块儿啊 我不知道 什么算作情侣 牵手 接吻 是 表白 这些我们都没做过 我只觉得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就像是 久别重逢的老朋友 没有负担 没有矜持 可以用筷子吃牛排 也可以捞鸡尾酒里的樱桃吃 我 我不知道这种轻松的感觉 算不算做爱情 但是 只有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才会有 其实我从小就是个渣男系铁石 从大一初恋起 就不断地遇上各种渣男 被当成ATM机 被用来弃前女友 被用来帮忙写论文 总之什么奇葩的事都让我给摊上了 我室友呢 就说我的爱情运有问题 要去西藏转运 是吗 雪玉华阳不安的那个故事 就是在那时候发生的 后来我回来就遇上了谭丰 一开始我觉得这个人 既不体贴又不绅士 还总爱教育人 他不漂亮也不淑女 没有上下级观念 还喜欢发火 可是不管 我的心情有多么地糟糕 压力有多么大 但我一看到他 风风火火的样子 我就会笑 我就会觉得 一切的困难 都不会是问题 朋友都说我缺心眼 我觉得也是 你说我一个女人 怎么总心疼男人呢 我总是想要保护她 帮助她 特别是注意的 但是我当在她探索了 我当当她受到你们诋毁的时候 我恨不得把自己变成一个子弹 所以周四那天晚上 我们并没有在一起 我只是想帮她顶住质银 我 仅此而已 是有 月红 收菜洗三遍 再用小苏打加盐 泡十分钟啊 餐具用水煮 清大了 清大了 大林啊 你去忙吧 我一个人就行 反正快 没关系 这很快就打扫完了嘛 这搬你一遍 怎么一个三遍 三遍 家里人多 三遍都是少的 没一样的 胡萝卜要切成丁 切成丝一炒就容易断 我是准备凉拌的 那就一半丝一半丁 好 咱们就一菜两吃 你看 咱室友当得有多棒啊 要是老黄 肯定跟我抬杠 咱们能把这美好时光 浪费在抬杠上吗 你看咱们多好 又有红烧又有凉拌 一下子就成了两个菜 可不嘛 这叫两全其美 好 好了 好的 谢谢今天的主讲人 梁建峰教授 接下来呢 进入提问环节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想要取教梁教授的话 请举手示意 谢谢主持人 谢谢梁教授 今天这个话题 其实我个人特别有感触 因为我们的公司 在不久之前 刚刚经历了一场公关危机 而今天 我和我的同事孙美嘉小姐 想借这个机会 披露一些新的证据 喂 你看群里的视频了吗 包贝里和苏美嘉 在公关论坛上 公开揭发水军 现场都炸锅了 什么 这两个人自称是 来袭保健集团的高管 他们用很高的职位和薪酬 用过我 拿我当作棋子 捏造了性侵事件 从那以后 我永远只能待在 谎言的阴影里 每天靠着僵尸粉的支持 和力挺 麻醉自己 我为我之前的愚蠢 和狭隘感到后悔 但我也要揭露他们 他们才是这场闹剧的 罪魁祸首 是他们把我变成了魔鬼 他们这么做的 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敲诈 而且他们是一群极其狡猾的对手 他们的姓名 手机号码 不定期变更 他们拥有不同公司 不同部门职位的名片 以及多家知名企业的 假公章和合同模板 等孙小姐把事情的来龙出卖 告诉我之后 我去物业办调局监控 证实 这二位捏造负面新闻的所谓高管 就是后来帮助华阳解除危机公关的水军 也就是说华阳集团也雇佣了水军 这是我的个人行为 跟公司无关 我是公关部总监 事情发生之后 我急于想快速消除负面影响 才会私自和这家网络科技公司 达成合作 请他们帮助控评和删帖 我是公司的公关部总监 帮助公司消除舆论危机 是我的职责所在 当手压力实在太大 也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 所以才选择了这样错误的方式 在此 我想向大家道歉 此时此刻 我的领导应该已经收到 到了我的离职申请 今天走出这个会场 我将不再是华阳集团的员工 我个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愿意接收任何批评和质疑 但是水军的行为必须被披露 这个行业的毒瘤必须被取消 包贝雷要把所有责任 揽在自己身上 你们事先知道了 不知道啊 等等 谭峰 你看到退送了吗 包贝雷发了一封离职申请书 我看到了 现在是整点 说明它已经设定好的 你打算怎么办 我马上去现场 每个企业 每个产品 都不是完美的 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 一个人可以因为错误 接受批评 接受惩罚 但不应当是谩骂 甚至是恶意诋毁 华阳集团的负面新闻 已经淡出很久 我和孙小姐 本可以回归到平静的生活 但是我们看到了一种 不可饶恕的恶心 良心告诉我们 我们不能再出事无读 我可以向大家保证 我披露的所有证据 都是真实的 我愿意接受任何调查 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承受所有的批评 最后我想说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行业 我愿意不惜一切代价 维护她的纯净 我愿意和这个行业的毒瘤 抗争到底 我有话说 你逞什么英雄 这么大的事情 你不跟我说一声 这是我个人的行为 凭什么告诉你 咱俩也别在这儿争了好吗 感谢 诸位同行 我是华阳集团总经理谭峰 首先我要纠正一个 刚才包从间的说法 雇用网络水军 这是华阳集团高层领导的决定 自始至终 包总监不赞成 今天她站住来披露事实 维护公司 我很感激 但我不能够接受 雇用网络公司 消除负面影响 是集团高层领导的决定 我们愿意 为这一错误的决策 承担任何厚目 诸所周知 这段时间 我们华阳出了很多的事情 我曾一度对员工失望 对人性失望 但后来我才明白 归根结底的问题 是在于我自己 华阳从家小公司发展到现在 我不得不承认 我们的企业文化是失败的 一直以来 我都在努力打造一支狼性团队 我认为 只有把领导和员工 都断到成狼 才可以在商场上无往而不剩 但我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 一支优秀的团队 一定是 团结 我作为公司的领导 没有很好去关心员工的家庭 我没有努力达到一个员工相互支持 相互帮助的份 有的只是竞争 优胜劣汰 丛林法则 所以 员工之间 没有真心的协作和相互的关外 商场如战场 同事如战友 我应该教会他们 用协作的方式弥补短板 而不是各自为战 来一场刺刀剑红的大头战 我衷心地希望 今天是个新的开始 我跟我的员工能够同心同德 像战友一样把后背交给对方 让我们一起迎接华阳 崭新的未来 今天会送我 我会向相关的部门 提交我们华阳集团 和抑制网络科技公司的 合作协议和账务公开 我们愿意配合一切调查 接受任何处罚 倾听广大网友和消费者的批评 欢迎媒体朋友们和同行们的监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快了 这大门外堵了好多人 别慌 我有办法 主任何处理在里面吗 楼 楼上楼上 楼上 你们 你们 你们上去看一下 就可能在里面呢 关注朋友们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现场了 可以看到楼下有很多人在等 我们马上过去看看 对不起 对不起 何总结 世纪事件是你所做的 是你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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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尊重室友隐私 未经允许不擅自闯入室友房间 第二条 宿舍公共费用 本着友好的原则协商分担 第三条 讲究宿舍公共卫生 保持宿舍地面洗漱台 及卫生间的清洁 第四条 宿舍公共物品 螺电视洗衣机等 本着友好协商精神 轮流使用 第五条 合理使用电子产品 坚决反对沉迷电脑 网络游戏聊天等 一系列影响身体健康的行为 宿舍成员要互相监督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 我觉得挺好的 挺合理挺全面 我们都是有规则英识的人 知分寸讲道理 大家共同生活在一起肯定没问题 公约这种东西啊 就是个君子协定 我们老闺女在一起默契程度这么高 那公约在心里了 是的 能和好朋友们在一起共度万年 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呀 我们实现了 此处有掌声 梁老师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刚才我碰到他了 他跟我说 本年度都不会再接你电话 他还真生气了呀 那我敢搅场 还不是因为他是我亲师父吗 他还让我告诉你 他为你感到骄傲 我也觉得这是我最漂亮的一次发言 是 干得太漂亮了 口口声声说 压让事情回到本来的样子 结果 自己第一个歪曲事实 把所有的责任都来到自己的身上 您是伟大 您让我怎么办 那我这不是为了保护你跟公司吗 勇敢的女战士包被雷 你坐影够多了 你能不能稍微地放松一下 你给我个机会 让我保护你 行吧 你是总经理 你说了算 听你一下啊 你的离职申请还没通过啊 谭总经理 我早就说过了 等这件事情水落石出过 就会自动请辞 要是明天你不来上班 就寄你个故缺情 不 你 你这不是耍无赖吗 你以为就我一个人要挽留你吗 按说 你私自调查 擅自调取监控视频 贸然公开证据 已经违反了公司多项规定 但是公司高层还有币总 以及员工们 要求公司对你网开一面 而且要求我 一定要帮你留下 如果你质疑要走 我这个总经理 下面的工作恐怕不好干 我这离职申请 写了五千多字 就这样被你驳回 没办法 因为我是你老板啊 还有 那个周四晚上不在场证明 我也做成青狼 对 我们不是情人 不 周四晚上我们是没在一起 但我们是情人 大夫你别瞎说啊 咱俩什么时候成情侣了 现在 你 你好歹也是个集团总经理 你 你要不要这样乱开玩笑啊 我那本来也就是为了 江苏美嘉义军才这样说的 那我这人你也知道啊 口无遮懒的 怎么赵丹全收了呢 今天潘主任问我 我们是不是情侣 那时候我才真正开始 思考这个问题 会多想一想 我都不知道 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的心里面 就有你了 潘主任还真八卦 我只会有什么事 你能做什么事 我是要你了 你也能做什么事 宽宽 我那时候你会在这里 我可以做什么事 我去做什么事 爸 这好好的 怎么吵得这么厉害啊 当时呢 我正在气头上 说话是重了点 他呢 一生气就跑了 电话 微信全给我拉黑了 昨天呢 一晚上没回来 我们俩从结婚到现在 这样是第一回 妈一晚上没回家呀 那还真严重啊 那咱要不要给他那几个老闺蜜 打电话问问呀 不不 我可不想找五个人同时数了 那这个婉璐和明轩知道吗 婉璐在香港学习 我怎么好打搅她呢 黄明轩离家好长时间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她开口 再说一个小屁孩能解决什么问题啊 那你们也不能一直这么等僵确啊 妈也这么大年纪了 这不正着我担心的吗 我们这个家呀 看上去儿孙满堂 其乐融融 其实一直就没消停过 如今想倒倒苦水还得来找女婿 爸 您这么说就见外了 我跟您说过 不管我跟婉璐怎么样 您在我心里 那永远是亲人 强子 谢谢你啊 你看啊 你这时间不长都开始分店了 不简单 真不简单 你慢慢来吧 之前那个店呢被我盘住去了 以后我就在这儿了 爸 妈最近也不在家 您要是有什么洗的东西啊 您就拿来 我给您洗 这就 我都不想占你便宜 就是真洗啊 我也照家付款啊 不过我要是闷得谎了 我就来找你聊聊天 这 我觉得咱们翁婿 还是挺聊得来的 是吗 都是 同是天涯录落人嘛 是吧 爸 您要想聊天啊 您随时来 我呢 随时配聊 好好好 那我就不妥当打搅你了 你忙 我走了 爸 那我送你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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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您 忙你的啊 爸 有事记得给我打电话 杨布甄 我来向你报道了 不是 谁让你过来的呀 我就想跟着你干 不要工钱 惨哦 惨 黄明轩不在 咱们直播几乎没热度 不是 这是怎么了 不是还是唱之前那些歌吗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咱们之前蹭的都是黄明轩的热度 那下回咱给明轩打的电话 让他再来呗 可别出这馊主意啊 人家明轩的合同呢 可是写得清清楚楚的 咱们可不能坑他了 我最近再准备一场民俗主题的直播 现在还在整理素材 下次咱们试试 行吧 死马 帮火马医吧 我看啊 超级级 快散了 说什么丧气话呢 咱这不想办法呢吗 辉哥 咱就别自欺欺人了 再有两次 这直播热度推不上去 咱在这儿租金都付不上了 你们就别担心了 我会想办法的 无论如何 都不能丢了这个直播间 你看看 听见了吗 人家女孩都没唉声叹气呢 瞧你这一个个没出息的样 是啊 咱能跟她比啊 人家都想成明星太太了 你说什么呢 没事 儿如为 儿如为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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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那儿 陆小姐 你要是再跟着我 我报警你信不信 强哥 你终于和我说话了 强哥 你累了吧 我出去给你买瓶水吧 不要跟我讲话 工作时间到 姐妹们收工 今天的晚饭我做想吃什么 还让我来吧 青春中午啊有盛菜 我给大家来个洋粥炒饭 我呀只吃蔬菜 我不吃主食 我就吃碗青汤面 一会儿我自己做 重口难调味 那就各做各的呗 黑板上再写上 用厨房分时间段 我加一条细则 我觉得每人半小时足矣了 那谁第一个 我 那赵玉侯 你第二 梅姨第三 好 我第四 艾琳 最后 好 最近怎么样 收获很大 而且学到不少东西 一开始我还觉得挺累的 后来才发现 是我以前过得太舒服了 我都快被你老师烦死了 好几个人追着我夸你 我还差得远着呢 怎么样 准备好出单曲了吗 这么快 你的几位老师都很看好你 作曲老师也非常喜欢你的声线 温总 我会努力的 我相信你 以后你的训练量会加倍 会更辛苦 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 以后的每一天 都会和过去不一样 我一定努力 回去吧 明天给你放一天假 好好休息 准备录音 好 安总 我能提个小小的要求吗 什么要求 打击乐是最古老的乐器之一 它和吹管 弹波 拉弦乐器比起来 是最早成熟起来的乐器种类 在原始部落的音乐活动中 占有重要地位 好无聊的主题啊 梅姨 我在准备民俗主题的直播 但总觉得没什么意思 怎么办啊 我帮你 我帮你 姐夫 林轩 你怎么来了 你手机打不通 我准备来找你啊 公司给我换了一电话号 来来来 你坐 你坐 怎么了 有事啊 林轩 你爸妈吵架 还分居了 你姐姐又不在 你回家看看吧 都分居了 这么严重啊 是啊 你妈妈昨天一晚上都没有回家 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我这想来想去 只能来找你啊 姐夫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俊俊说的 说外婆告诉她 舅舅要当大明星了 我妈这消息还真灵通 行 那我知道了 我明天赶紧回家看看 姐夫 谢谢你 虽然你是我前姐夫 但对我爸妈还是这么关心 再怎么说 那也是俊俊的外公外婆呀 有的时候是真想回到过去啊 每周五晚上 准时去你们家打牙剂 现在是回不去了啊 那个 明轩 我呢就是来跟你报个信 你明天回家看看 嗯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行 那咱们单约吧 行 您慢点啊 不知道 拜拜 姐夫 拜拜 你追我了 老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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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们都一起去 这俩人家 你都一起去 帮我都一起去 他们 合着就我一个人看的 我看着呢 你们想换台你们说一声 不用 我呢就是早晨八点到九点呢 看看全民瑜伽 我就看看电影 在说我睡得很晚 没关系的 你们都休息了 我再看 我每天七点看一下新闻联播 其他时间 我也不大看电视 我只看电视购物的 白天都能看 大不了我会看 那我就是一个人 就一晚上就扒儿这个遥控器 我真是不应该 我就不好意思 你看那太投入了 我们都不好意思打搅你 这 这样可不行 要不然咱们这样吧 咱们再增加一个细则 就是分段看电视 那我排一个看电视时间表吧 上午八点到九点 反正我看全民瑜伽 是呀 完了之后下午 两点到四点 两点到四点 洪姐的时间 七点到八点 梅姨 新闻联播 那我八点到九点看那电视剧 你看电视剧 爱琳 九点加 你看啊 没有什么能难倒我们老闺蜜的 梅姨 早 梅虹 你看看 我准备的这些东西 真热 赶紧吃吧 中西结合 品种东样 各取所需 这么丰盛早餐 真辛苦你了 玉虹 一会儿我来洗碗 梅姨 我每天五点入行 比闹钟还准五点半 煞到早逝 采过来最新鲜的食材 我煮的香辣还没做辣 梅姨 吃完饭我洗碗 因为我洗得干净 你在干什么去啊 啊 楼上的地还没洗呢 我去洗地 好 早 琳娜 你一天必须洗两遍枣吗 是啊 我都习惯了 早上不洗吧 我醒不过来 晚上不休睡不着 琳娜 我劝你啊 少洗一次 因为老年人油脂分别少了 你多洗 破坏你的脚趾层 习惯了 改掉它 因为 szczegól的 老年人油脂装 精力和脂装 太大器 你真的冲转过来 哈哈哈 老年人油脂装 英姆 吹 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